清房主委 委員,主委好 合格基本法,剛才他們報告 今年,他們的處理在他們的法院,三國通告以後 他們的二十七,總統公佈實施 對他們的合格是黨派的事情 政府忠實學家人的權力 基本的權力 今天,他們的所有事情,最有法院的議題 我們來討論,學家基本法第四條幾天 政府能聽到政府科學的全國學家婚姻年一 和協調和推薦全國新的學家師傅 第二條,在修法上的本事要提供 在修法上,最有學家委員會的附居 人家做負責,我告訴你 事件明確、明確 潛在降伏的功能 因為學家婚姻在 學家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主題的事情 但是呢,學生和 學校和政府 沒有本來 學家委員會來主導 由於政府 臺北 請問主問 韓正爺有幾個 全國學家婚姻 第四條 實際,也不是韓正爺 實際兩部分 相信,政府 不單是韓正爺,總統 要報徵 所以你們 一定會全力來支持全國學家婚姻 所以現在我來參加 客家婚姻 有幾個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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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報告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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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 總統 非常 感謝 為迫 市值 學家婚姻 經驗 通過 經驗 經驗 政府 評估 警察 一年可以拜,一天可以拜。 另外除了全國的學家福音, 因為我建立中央老體房的溝通交流的平台, 和我們學家福音明年至少會拜兩拜, 每半年有一拜的, 有全國學家事務訴訟病。 所以說一共,全國的學家福音差不多有三拜。 另外請問一下, 我們學家福音聽出來嗎? 我們學家鄉親非常關心, 全國的學家福音聽出來, 學家福音聽出來, 因為我們聽, 希望尊重全體的學家福音, 所以我們學家福音是用征詢意見的方式, 開始征詢了, 這階段都三年代了征詢意見, 征詢客家社團領袖方面的意見以後, 我整對台北武士的意見的, 進一步做全國新的民意調查。 征詢後來啊? 你很忙, 雅海正在回收, 正在回收。 可是想要在哪裡, 學家福音, 就不用你的征詢來對上了。 嗯,實際齁。 沒有問問, 要問問, 我們學家的意見沒有問問? 雅海先有各家社團啦, 沒關係啦, 然後在, 我們什麼各家社團, 客家社團開始, 然後一撲一撲來征詢, 一聽, 全面性, 當然, 理人的意見是最重要的, 我們都會征詢。 希望眾議, 聽出來, 我們學家人的態勢嘛, 香港, 我們學家, 基本法提起條規定, 政府可以把考試鎮定, 學家師傅相關的, 學家師傅使用了, 考試鎮壓在幾年, 對國務營業, 國靠、普靠, 學家師傅向來考試鎮壓, 來計算我們學家認出的需要, 我們也感到, 我們也感到, 我們也跟另外一個公務人員, 普考國靠的機關, 怎麼辦? 真的很感謝他, 由他做啦, 我們在報告書提示, 學家師傅向來考試, 國靠, 學家律師文化, 學家爭執, 然後經濟, 普靠, 靠向中央律師文化, 和爭執經濟的概要, 但是呢, 不能認為一般, 我們也跟公家機關, 最需要的, 其實不需要你, 所以語言, 語言, 發, 會不會痛啦, 對吧? 所以我們請問, 考量理事文化, 爭執經濟, 以外, 如何來確保, 他們跟語言, 跟溝通, 將來靠道的, 跟語言的能力的溝通, 我認為當中央, 爭執經濟, 非常非常重要, 確實是這樣, 但是, 因為國普考試, 國務人員考試, 沒有用語言來, 漢字都, 不是,不是, 但是, 靠道那些, 尤其是, 學家文化, 從天發展期的國務人員, 經過, 學家基本法, 過天, 未來, 我鼓勵, 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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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家法, 不是, 學家法, 不是, 我只知道, 學家法, 數科, 某些, 報名的, 要具備有中級, 高級, 和鑑定合格的, 不妨提出來, 那個主委, 不妨你往上提一下, 看看怎樣, 這個很重要, 香港今年, 正經的科目, 跟各國, 擁有的, 國警官擁有的, 補出的, 是嗎? 不知道, 補出的, 補出的問題嗎? 目前, 我行政院學家VMV, 補出的四個名額, 台北四號, 由補出, 目前有五十, 其他人才徵循, 看來有什麼, 好, 跟他, 要負責基本書的, 反正, 沒有負責, 由補出也好, 好, 那另外, 我想, 我用, 現在就用國語來跟, 因為有的人在電視機前面要聽, 這個報告第七頁裡面, 有關獎勵全民參與客家農曆的認證, 本會, 就是你們, 鼓勵年輕的人學習, 客家語, 在98年11月20號, 訂定了, 獎勵客家GU國中小學生的獎勵辦法裡面, 要點裡面, 針對客家能力認證的, 考試的國中小學生, 可發獎學金, 對不對? 98年, 通過的名單有720個人符合, 按照有中級出級什麼的, 有一千五千, 一萬級的獎金嘛, 獎金啊, 那另外用團體報的呢, 那你們獲得的, 只給他好學公仔的獎勵啊, 我想請問主委, 這就表示用個人報的就有獎金喔, 然後呢, 用團體報的就是這幾個字喔, 沒有, 個別報, 團體報都可以符合獎金, 團體是增加好學公仔, 團體是增加, 我以為團體報以後大家都不要, 團體是增加給他公仔, 那這樣子, 這樣子是正確的做法喔, 還有呢, 我上個會期啊, 我說為了導致我們客家, 那個客委會喔, 不是, 導致以前的客委會, 呼吸我們桃園縣客家喔, 這個, 那個, 對我們桃園縣的客家喔, 這個是族群非常的不公平, 我們都知道整個桃園縣啊, 南區客家人最多, 那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那個資源分配, 我上個會期也講, 對我們桃園縣是非常的不公平啊, 所以我呢, 在這個上個會期啊, 希望能夠在桃園縣客家人口集中的, 南區新建有客家特色的, 客家文化園區啊, 同時呢, 我也在會裡面, 這個委員會提案也通過了, 然後呢, 我在總質詢的時候, 也要吳敦義議長重視, 吳敦義議長, 吳院長也承認說要有研究可行性了, 目前的進度怎樣, 到你這邊, 跟委員報告, 委員在上個會期的時候, 做質詢, 我們內政委員會, 也做成附帶決議, 就是說, 希望能夠考慮在桃園的南區, 能夠蓋一個文化園區, 這個決議完成, 做成之後呢, 我們客委會呢, 立即就做評估, 是不是有這個可行性, 我最近呢, 我也跟桃園縣的吳縣長呢, 也跟他探尋, 在桃園, 是不是有這樣子適當的地點, 我們來做一個評估, 目前呢, 我們也在請桃園縣的縣政府, 還有桃園縣的文化局, 做一個評估, 是不是有適當的地點, 我們正在積極在研議, 是不是有這樣可能性。 有在做好, 好,有在做好, 那這樣子, 我也跟吳縣長有研究過了, 然後我們自己是當地的, 做民意代表做那麼久, 是真的知道有這個必要, 因為做到南京以後呢, 這樣整個的文化, 是客家文化, 可以在這裡, 因為是機場嘛, 台灣機場很近嘛, 所以在外國觀光客, 或大陸來, 一看到就知道, 而且呢, 我希望呢, 不是做那種文字館的, 一定要有很不一樣的, 有規模的, 客委會做的文化會館, 沒有文字館, 不是, 你不用講, 你聽我講完嘛, 我希望做的, 要做到很活動, 很生動, 然後讓將來整個的, 可以帶動觀光啦, 所以在這裡呢, 我也希望, 這個一百年度的, 一百年的預算啊, 要編進去, 所以你要去積極爭取, 那另外喔, 我這個也有本的, 你知道嗎, 客家基本法第十三條規定, 政府應該積極的推動全球客家族群的連結, 建設台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交流, 與研究中心, 這我們第十三條有講到了, 所以我再建議啊, 客委會把建設台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中心, 和研究中心的目標, 和桃園縣這個南區我剛剛提的, 結合起來, 然後就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交流的研究中心, 這是很重要, 那個主席啊, 你再給我兩分鐘一下, 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 不是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你知道嗎, 苗栗縣頭份的席鄉紀念公園, 上個月落成啊, 這裡面啊, 大家都知道客家抗日英雄席鄉, 要紀念他的英勇士, 但是牆上刻的是走翻翻, 載翻, 竹高綁拆刀, 這個是閩南化, 紀念客家的那個英雄啊, 用那個閩南化, 然後那墓碑啊, 那個那個不是石碑啊, 也磕到這樣子, 然後提出來, 客家人提出來, 他說因為已經磕上去了, 來不及, 我覺得這是, 他說慢慢的改進,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錯, 因為發現錯的時候, 就趕快改掉, 然後呢, 這個錢啊, 客委會有補助, 所以呢, 針對這個案子啊, 你們有責任了, 所以在這裡我今天正式提出來, 對於這個那個石碑的問題的問題, 趕快解解,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已經要求投份證供所, 那個主辦的單位, 投份證供所, 能夠趕快做一些修正, 彌補, 主委, 這個呢, 我今天正式提出來, 一定要改過來, 因為那個, 我們已經注意到了, 所以我們也要求投份證供所, 要改過來, 然後呢, 如果你們改過來, 今年年底那個, 年底的審議算的時候, 我不會讓你通過的, 我一定會杯葛的啊, 一定要去做啊, 謝謝, 好, 謝謝,